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顯示行號跟跳到某一行喔 我剛剛跟各位講什麼 我剛剛跟各位是不是講說這邊是行號 這邊是你在第幾個字元 有的時候這樣看喔不是很方便 我們可以在秘密模式底下打冒號 set nu enter 它就可以顯示出行號出來了 那我剛剛譬如說我這個lisys到個YY 我說我貼兩萬次嘛我是不是打兩萬P 兩萬P是不是貼兩萬次 你今天假設要到一萬五千行的話 這裡有寫喔要到一百五十行是打冒號一五零 我做給你看冒號一五零 是不是直接跳到一百五十行 你要到一萬五千行的話打冒號一萬五千 你說Word有沒有辦法讓你很精準的直接跳到某一行 這個功能Word有沒有 做不到 所以你不要看這個畫面阿 很多人看到這個畫面阿 這這很陽春阿 你會說老實這種東西 UNIX你不是說很先進嗎 它到底有沒有圖形化的編輯器阿 有阿叫做G-Editor阿阿 這樣子阿有沒有看到 這幹嘛要打 是不是 你看我這裡打力死一死的Dog 打一打然後選這個儲存就可以存了 是不是這裡儲存阿這邊這個 你問阿老師這個這麼好用你為什麼不教 這什麼好教的 重點是你沒這個東西可以用阿 你們現在是不是在文字模式 你根本沒有圖形介面可以用 所以這個工具你不能用 以後你們當工程師要去管系統 你要有一個前提就是你沒有圖形介面可以用 你只有指令可以打 連檔案管理員都沒有阿 所以這東西不是說不教你 這東西沒什麼好教阿 我只要跟你講有一個指令叫G-Editor 你打開你就會用阿 根本不用學 好不存阿 我們現在如果要跳到最後一行 這個比較有趣一點 每個檔案的第一行都是1 對不對 每個檔案的最後一行是什麼 不知道 因為每個檔案是不是不一樣長 所以這裡有一個符號記起來 打冒號前號 你看我現在打冒號前號 就跳到最後一行 你看最後一行就209行 那我現在打冒號3 我就跳到第三行 我從第四行開始我要刪2萬行 我就打2萬 2、1、2、3、4 滴滴 這樣子 是不是剩下後面這些沒有刪 所以你有很多行 你要刪 你就可以刪 我現在講一個東西喔 因為 刪檔案喔 刪到後來會太High 把它全部刪光光 怎麼做呢 你看喔 我現在一直刪嘛 按Delete、Delete、Delete、Delete 我要High阿 剛好不容易打了 是不是也刪掉了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要來講還原 還原這個指令是在命令模式底下按U 我做給你看喔 我按U 是不是剛剛不小心刪的那一行又回來了 再按一次是不是又回來了 是每做一個步驟是不是都回來 然後剛剛不是一個刪2萬行嗎 按U 是不是2萬行也回來了 他就一直回溯 那回溯到什麼時候呢 回溯到你上一次存檔的時間點 你上次存檔的時候是怎麼樣 他按U U到最後面就是這樣子 你可能問說 阿如果說 不小心這個要留太多了 要繼續做怎麼辦 我們在Word裡面 是不是有兩個 一個是倒退的勾勾 有沒有看過一個倒退的勾勾 一個是前進的勾勾對不對 倒退的勾勾 就是這個U阿 前進的勾勾就重做有沒有 就ControlR 我再給你看喔 按ControlR 就可以繼續做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要把它修修改改 是不是又回來這裡 是不是只剩下3 所以這個是 還原前一個步驟 重做前一個步驟 現在我們來講 怎麼取消顯示行號 剛剛打 罵號setnu 可以看到行號嗎 我再多做幾個好了 3yy4p 這樣子是不是有看到行號 對不對 我現在取消顯示行號怎麼做呢 打罵號set nonu 這樣子 行號顯示就取消掉 接下來我們來講三字元 三字元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在編輯模式喔 假設我現在按I 你看我現在按I 我現在是不是在編輯模式 我在編輯模式 我可以按Delete鍵 三游標後的字元 可以按Backspace 按三游標前的字元 那現在如果在命令模式的話呢 按ESC喔 我現在按ESC 在命令模式了 看清楚嘛 我故意這樣子 我現在游標在O這邊對不對 他有兩種三法 一種是小X 小X 小X是三游標後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游標後的東西 都一直被刪過來了 三大沒有在三游標前的 那麼你如果要三游標前的話怎麼辦呢 現在在S這裡嘛對不對 三游標前的請你按大X 大X 我按Shift鍵喔 按X 大X就三游標前的 這樣了解嗎 三字元有兩個小X跟大X 一個三游標後一個三游標前 這個是三字元 三字元就是在編輯模式跟命令模式 還原跟重做這個我剛剛講了 所以這個不做了 等一下我們來講搜尋取代 那麼做搜尋取代之前聽清楚啊 現在請你把這些全部刪掉 只留原本三行喔 然後把這三行複製貼上3YY 然後呢打個5P貼上 接下來注意一下我們來講這個東西 取代某個字元 你現在把某個字元取代的話 請你在秘密模式底下按R 然後再按C就可以了 看一下喔 做給你看 我現在這裡有一個貓 是不是叫CAT 是不是小貓 我要把這個C變成大寫的C 我跟你講了 先按R 再輸入要取代的字元 我現在把小C變大C嘛 看清楚怎麼做喔 R然後按大C 是不是就變成大頭貓 然後接下來下一隻貓呢 把它按R變大A 變大肚子的貓 接下來這個T按R變成大T 這樣子是不是變大屁股的貓 接下來 我們要取代一連串是按大R 我做給你看啦 我現在到這裡 按大R shift R 就變大R了 然後打C 欸等一下 等一下我先按Tab 按那個CAT 這樣就可以一次連續換三個 然後再按ESC就換掉 然後接下來這隻貓是不是又恢復是小貓 OK嗎 現在請你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做原本的是小貓 然後做一隻大頭貓 接下來做一隻大肚子的貓 接下來做一隻大屁股的貓 接下來做一隻全部都大隻的貓 然後又有一隻小貓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要用這個來練習做搜尋字串 現在我們要找某個特定字串喔 假設我們要來找貓 我們打斜線CAT 是不是找到小貓 按Enter你就找到這隻小貓 那這邊請你注意一下 你如果要搜尋上下一個字串的話 請你按小N找下一個字串 找大N往回走 我做給你看 我現在按小N 是不是找到下一隻小貓 然後再按小N的話 小N喔 我多做幾個好了 這樣子看比較清楚 3YY 看這裡我現在打N 是不是找到這一隻貓對不對 再打N是不是往下找 再打N往下找 找到最後一隻的時候 按N他就從頭開始找 這個是小N找貓 那如果大N的話呢 你看我現在按Shift Shift是不是變大寫 按大N的話就往回找 可是你看喔 他只找到小貓 大頭貓有沒有找到 大肚子貓有沒有找到 大屁股貓有沒有找到 大貓有沒有找到 是不是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多加一個參數喔 我現在如果要找 小貓 小頭的 跟大頭的 你頭大頭小的我都抓起來 怎麼辦 我打斜線 中括號 大C小C 然後呢 AT 他就可以抓到 小貓 小貓嘛 小貓找到這裡 欸 是不是抓到大頭貓 然後再按下面 是不是又找到小貓 同樣的 如果你是要找大肚子 大肚子的貓跟普通的小貓 你就打C 大A小A T 你看小貓 大肚子貓 小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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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要找大屁股的貓 CA 然後呢 大T小T Enter 小貓 大屁股貓 小貓 這樣 那 大貓沒有抓到阿 大貓是不是三個都大的對不對 你打斜線 CAT 是不是找到大貓 大血的CAT 現在如果 你要找出 所有的貓 只要是貓都抓 不管是大貓小貓 大頭貓小頭貓 全部的貓都抓 那怎麼辦 我就打斜線 中括號大C小C 有人可能會問說 是不是要先寫大血再寫小血 我跟你講沒有順序喔 我寫小A大A好了 這樣好不好 然後呢大T小T 這樣子 你看喔 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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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貓都抓到了嘛對不對 跑過來是不是又抓到小貓 再按N找到大頭貓 再按N找到大肚子貓 再按N找到大屁股貓 再按N 是不是大隻的貓也找到了 是不是每隻貓都抓到了 這個就是中括號的意思 那它沒有順序啦 你打大C小C 大A小A 或是小C大C 都沒差 來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要來把小血全部變大血 看一下喔 這裡是不是有歷史椅子 我們如果要把這個歷史椅子的椅子變大血的話 怎麼做 它打的指令是 罵號1 豆點前號 小血的椅子 大血的椅子 按G 這樣子 椅子就變大血了 可是呢 這種做法有一個問題 這種做法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指令 罵號一樣喔 是秘密模式的指令嘛對不對 1豆點前號是說 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 剛剛是不是跟你講了 前號是最後一行 然後S斜線小血椅子 斜線大血的椅子是說 S是社區的意思啦 找小血的椅子 換成大血的椅子 這個是這個意思 然後按G就夠 就直接跑了 直接去讓 那做完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椅子也跟著變大血 是不是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只希望那個椅子 小血變大血而已 這個不需要嘛 它做錯了怎麼辦 做錯的話 請你按U 看清楚喔 按U是不是回到前一步 我們來判別一下 這個椅子 跟這個椅子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椅子是不是後面有空格 這個椅子是不是前面都 前後都有空格 所以我們只要找 前面有空格的椅子 是不是就可以換到 我們要的字串 那這怎麼做呢 我打罵號1豆點前號喔 啊不對 我跟你講 這個VI也有按上下鍵的功能 你看看喔 我現在按罵號 按罵號對不對 然後按上 是不是剛剛打的指令就跑出來了 你就不用再重打 那我現在是不是前面補一個空格 那我請問你後面這個空格 要不要再補回來 要不要 要啦 為什麼不要 你如果不要的話 那個空格椅子就會只剩下椅子而已耶 對不對 這個只是拿來找的啊 是不是這個也要把它還回來 然後按Enter 有沒有看到椅子全部變大寫 這樣子就找到你要的椅子了 啊我按U 我給你看如果沒加空格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沒加空格有沒有 那個空格就不見了 反正我們現在是練習啦 你多多去探索他的功能啦 做錯的話就按U 要不要